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進行所謂的 預防檢驗環是因為近幾年長照的進駐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部落裡面都會把預防檢驗環的課程 不管是在激勵或者是在長者的認知功能上面 都能夠有更大的那個爭議 那剛好這個禮拜呢剛好是我們的母親節活動 那所以我們就搭配著我們的母親節的系列活動 這一整個禮拜不管是針對歌唱啊 或者是說針對運動來講 我們都是搭配著我們的母親節活動 那像在剛剛的話那我們的一些長者 尤其是男性長者呢 他們其實很樂意的就是在今天 尤其是這週的禮拜五就是最後一天的上課 然後願意把他們這幾天練習的歌曲 然後就是奉獻我們在場的母親 然後讓他們能夠聽到這個歌聲能夠很開心 我們是希望讓長者能夠讓他的尊嚴的老化 然後讓他可以健康能夠更自主 然後更認識自己的身體 那希望我們把他們的老化的情形更加的延緩 對然後就是期許我們的長者呢 他可以在老化的過程當中 那個失能的部分能夠繼續的延緩 而不是立即馬上就讓他失去他所有一些生活上的功能 這週母親節的活動的話 其實完完全全就是由我們那個南河文健站 他們自己做出來的一個系列課程 對然後那我們衛生所呢是每個禮拜一次 衛生所的部落健康營造中心 就是每個禮拜一次 就會邀請就是各個地的那個指導員 這些都是有受過訓練的一些指導員 他們有上過我們就是衛部火箭署的課程 不管是線上課程或是在石膠的上面 他們都有經驗 所以我們不只邀請到平地的老師 我們也會邀請我們自己項鍊的老師 來一起參與這樣子的一個系列課程 可能到了越來越老的年齡 可能越來越長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的肌力的訓練要特別的去訓練 因為尤其是他在走路的時候 我們要預防他可能會跌倒 甚至是要增強他腳步的肌力 你這樣子在走路的時候是不是比較有力 而且其實伯父如果他願意去做 就盡量讓他去做事情 不管他這件事情做得好還是不好 可是至少他會覺得說 他還有那個力量他去走路去做 去執行他還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要不斷地去激勵他們 就是肌肉的力量 是是是 對 走路運動的是其實原則上 伯父其實有時候會有一些錯誤的觀念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去農地去菜園 那些耕種啊弄芒果那個就叫運動 喔不對喔 其實我們所謂的真正的運動的話 是真的是對你的身體做的一些激勵的運動 不管是你走路快走 那你記得要守住就是一個禮拜至少三次 一次至少要三十分鐘 所謂的333原則 其實這樣子的話 其實除了訓練他的肌力以外 也訓練他的肺活量 其實長著他的肺的呼吸的狀況 可能越老可能他的 可能他的能力可能會沒有很好 所以那我們其實要除了訓練他的肺活量以外 也是訓練他的肌力 這個禮拜當中 因為當時每天都沒繼續回來 我們在做一切地發生 我們還在幫忙 我們去買房子 都 wr要買房子 我們在做一切地壓力 我們在做一切我們 以外人的肺動 我們不想多做一些 還要給我 我們不想多做一切 不知道我們不想多做一點 我們不想多做 rep langsam 我快点哟 畢于我们一起来的經驗 这是哟的 要 tragedy 在我们访者 有我们生命 我们访者 看到我们在哟 我们经访者 和我们的状态 我们一个人 全学的状态 我们去的状态 我们明天 我们都很幸福 要运动 知道吗?至少每次十分钟 每周一百五十分钟 那时间点呢? 随便你啊,都可以啊 动动生活 每一次至少十分钟 每一周累积要一百五十分钟 简验 不要吃鱼肉 鱼肉 一定要吃菜就好了 不要喝汤 少吃发热 高粒菜多一点 不要三层肉 要瘦肉 不是 不行 就不能吃饭 没有吃饭 可以吃饭 谢谢大家